三年之前 张佳琪和陈玉希搭档 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 如今20岁的张佳琪却无缘巴黎奥运会 她接受采访时坦然表示 自己无法达到从前的水准 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 其实张佳琪和全红禅一样 同样有着出色的天赋 但是2016里约奥运会时 她因为未满14周岁无缘参赛 而本该在东京奥运会上大放一彩的她 却又遇上了横空出世的全红禅 和同样优秀的陈玉希 无缘女子单人十米台参赛资格 只能和陈玉希搭档 拿到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 等到了巴黎奥运周期 张佳琪又因为身体发育 被全红禅 陈玉希远远甩开 最终无缘巴黎奥运会 接受采访时 张佳琪却心态平和地表示 我自己会有遗憾 但是毕竟还似乎更多展示 以国家的风貌为主 因为毕竟是我的两个小队友 跳得更好一点 相对来说 我们三个搁到一起 他们两个可能会水平更高一点 成功率可能会比我大一点 他也表达过自己的不甘心 我也想让自己去为国争光 多么光荣的事情 没有在那个名单上面 自己肯定不舒服 搁谁谁会舒服呢 每个运动员都有巅峰的时候 我的巅峰时期已经过了一点了 没有他们两个那么强盛了 但这是一个事实啊 你得接受啊 这在跳水界是一个传统 新老更替非常快 而在更早之前的一次采访中 张佳琪曾经说过 希望他们两个好 但也希望自己能上 有一种清醒的沉沦 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 但是可能还是达不到 以前的那个标准 技术还有要求了 遗憾要说的话也有 但是我觉得 更多的是这段经历 带给我以后的成长 还有经验是不一样的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他其实挺清醒的 就是谁强谁上 在国内落选 放在国际上 也是前级的水平 年龄大了 身体发育了 就没有优势了 只能说中国跳水 对人才济济啊 冒出个全红蝉 可了不得啊 其实她的自身状态 也有所下降 妹妹啊 你可不平庸 人生不只有体育 经济体育 就是很残酷的 谁强谁上 更新换代很快 小姑娘已经很棒 很厉害了 你怎么会担心的 你怎么会担心的 不要担心的 我刚才能担心的